伙伴们好 吴栋 这个周末是航马 接着有上马 随着秋季的来临各种马 跑步的人突然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问我 我该怎么开启我的第一次跑步 我怎么样才能够到达跑马拉松的阶段 我是不能复制的 我天天去外面讲课 我也讲不了那么多人 所以我把如何爱上跑步 如何达成一个马拉松 做成了五堂课程 放在了keep上 就像第一课 我期望用五堂课程带领着伙伴们 爱上跑步 享受跑步 这五堂课程是第一课 开始跑步走还是跑 第二课爱上跑步 天龙八步 第三课持续跑步 膝盖不痛 第四课跑得更快 瘦还是肉 第五课跑出长瘦 我在进步吗 课程的特点是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可以量化 可以实施的 不靠感觉 靠数据 学完这五堂课程 你能够不断的指引自己走向更好 好的 进入第一课 开始跑步走还是跑 秘密一 根据大量的数据观测 大体重的跑者刚开始不适合跑步 大体重指的是BMI大于25 它们一般都适合从快走开始 秘密二 你看直凯刚才难受的样子 它明天就不可能再继续跑了 因为坚持是坚持不下来的 在最大心率的75% 你不会那么的难受 你就可持续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是刚开始跑步 那么请你忘掉速度 忘掉不平 忘掉跑姿 我们只关注一件事 就是心率 打开心率表 例如我手上的苹果手表的Keep 看着我们自己的心率 让心率在220减年龄 乘以0.75左右 然后开始享受跑步 秘密三 很多跑友跑步是为了减肥 你可能会问 那么快走 我的减肥效果好吗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的心率控制在 最大心率的75% 这是最佳的染指区间 如果你超过了 快了 反而染指的效果不明显 再解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该跑多远 注意忘掉距离 记住时间 每次跑步超过半小时 比较有效果 半小时 第二个问题 我该天天跑吗 不要天天跑 建议跑一休一 我一般推荐一周跑四次 那么还有三天干什么呢 交叉运动 骑行 游泳 有氧操 这些都是很好的交叉运动方式 恭喜你不难受的开启了 跑步的生涯 如果对你有帮助 敬请点赞 评论 转发给有需要的伙伴 祝你跑出健康人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